其实很多的网友都对您家乡的情况 也非常的感兴趣 这段故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首先当然这一次是我 第一个回到家乡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湖北人 但是我的母亲他是湖北 就是湖北以前讲是宜都了 就宜昌那个地方的人 那我父亲他是湖北恩师那边见识县的人 但是因为我父亲就说他没有到台湾 一直没有见过我父亲 而且当时让我父亲阵亡 可是我到世代还知道我父亲还在 可是我再次在见他的时候 在弄他那时已经到宜昌 没有到恩师的见识 然后后来他也往生了 往生之后见识就很模糊 可是后来就没有想到 有亲人透过抖音后来跟我联络 跟我联络以后 这一次我就去见识看看 见识看可以说这些人 我70年都没有见过面 可是就是你一见面就 你就感觉就是一家人 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就是完全没有都没有见过面 可是一见面就立刻就很 你会感觉到他都在为你考虑 都会考虑你啊怎么样 那后来在那边就 那在那边就找到了 就是我祖父的坟墓 还有我几个整个离家 那后来还晓得就说 我原来在家族排行 我应该叫离安南 我是安之辈 那当时我妈妈给我叫离建 你建宗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建史县的 就好像就是一个任主归宗也好 还是一个寻根 找到根头了 那种一种心理上的那种踏实 那很多亲友也都有微信联络 那所以变成就说 就说70年没见过面 然后一见就大家就开始就说 好像就很快 很快就融入了 所以我觉得两岸如果多交流的话 就是说每个家族啊 这样的一个联系啊 对整个民族联系 是会很有帮助的 炎黄子孙不忘本 两岸兄弟一家亲 这个就特别的 它不是个口号 它是真正在心里面的一个呼唤